总之话说以前曾经一个国王就有一个金座的皇冠 他就要那个数学家好像叫亚基米德 就去问他现在的工匠帮我打了皇冠出来 但我不知道那些工匠有没有偷工减料 我要你帮我去用那些方法去找回皇冠是否捉称的 但当然你不可以帮我去融化去什么回来 因为你融化了你浪费了人家的工匠手工心机 那时候你当是没有称什么都好 他就苦苦思索受了皇帝所托这个那么聪明的数学家 他一直想都想不到办法 还有因为这个皇冠是一个不规则的东西 他不可以用那些几何形状的那些什么长城寸 什么什么Powar Square Powar Square H 他不可以用这些公式去计算那个volume 或者Mars 什么都好 那以前他们那些古希腊人 我们不知道古罗马 很流行去洗澡 那这个索洛吉仍然在洗澡都在想这回事 他就跳进浴缸 突然之间浴缸的水就掉出来 然后他就很开心 好像没有穿衣服 立即手没触到 想到办法了 Eureka 可能是希腊 Eureka 即是希腊文 E-U-R-E-K-A 因为一些不规则的东西 那你就唯有放在水里 等它沉 那些水的volume 其实就是这个volume 他自此就发明了这个方法 所以你见不见到是叮一声的 OK 或者好像 有搞设 现在世界最强的抗生素之一 叫做什么 青霉素 青分素 其实以前是怎样去发现的 好像说是 不知道是否英国 即是英国 一个法学家 就说他有一次 即是将那些 sample 放在空气当中 跟着他就去了旅行 那些空气 即是那些样本版 是不是 尤其是空气 就会有些菌 然后就说那些菌 咦 进去那个 显微镜 那些就是样本版那里 但之后就发觉 那些什么金融无道球菌 就没办法去 他打败这些什么青霉素 青分素 然后他就发现了 这个新的抗生素 对不对 即是这些东西 其实 真的是 突然的 是 好像是宇宙整定给你的 是注定你那一刻 要去开窍的 而不是说 你真的叫做 我试一百次实验 你才去慢慢试到 天王星就是有一个 这样的能量 会有一个 令人顿悟的状况 所以是我刚刚一直说的 那些的 都有望会有些突如其来的突破了 OK 也都给了少少的 就是叫做 都相关的 信息给大家去听一下 如果我们要说 一些人的NATO 即是说一些本命盘 很出名的Steve Jobs 苹果的教主 你知不知道在他的本命盘 其实就是有木天盒 刚刚是有木天盒 就是合在巨蟹 他是1955年出生 出生 OK 那当时 木天不是完全紧合 木在20度 天在24度 但如果根据网上资料 正确 如果根据网上资料 正确的话 这个木天盒巨蟹 就刻刻在他的11公 所以 Steve Jobs 他有个 是这是 他就是想想不同的人 以前的Motorola、Nokia、Panasonic 还在按按键 他忽然想到要触摸镜 我可以告诉你 苹果的广告叫你去认为不同 天皇星亦是奇思怪想的人 我想说 这个Think Different的广告是什么时候出的呢? 就是在97年8月8日出的 那时亦发生在莫天合 而还在水瓶座 再说一次 水瓶座的现代主星就是天皇星 那时整个手机界 就是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 空前绝后的革命 也不单是电子仪器革命 也带动了一场文化革命 那些人会拥有Apple手机 是智能手机 是智能星一代 是一个文化新闻象征 所以 由Steve Jobs 他的命 直到他们搞那个Think Different 那个App 这个苹果的诞生 都是跟木天塔非常之惯 还有不单止 我们今时今日可以上网 其实大家知不知道 谁是万维网的发明人 原来是一个英国电脑科学家 叫Tim Berners-Lee 他是这个万维网的发明者 他是创办了世界第一个网站 以及第一个网页浏览器 这个Tim Berners-Lee 也很巧合 都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神奇的年份 1955年出生的 和Steve Jobs是同一年 Steve Berners-Lee是1955年6月8日 而且他出生的时候 木天已经在巨蟹合院 但也是很近的 木星就是在巨蟹座 天王星就是在巨蟹座25度 只差4度 然后Steve Jobs也是这个神奇 1955年2月24日 所以你说 无独有狗 这两位科技巨头猛人 都是在这个木天盒的影响之下出生 那我们未来 人类世界 会不会又有这些科技的天资孝子诞生呢 或者都不用等到这些孩子 长大成才了 那我们自己 会不会已经有些现有的人 去发动一波新的科技革命呢 好 那我们刚刚都将很多东西描述得很正面 很开心 但是记住 其实木天盒 根据很多次的历史事件都表明 就是吉凶参半 但是就 幸好是先凶后吉 因为木天盒也是跟一些崩溃 有些东西崩溃 是有关的 他会将一些东西 是 就是 shake it up and down OK 例如 地震而已 真的我都说过 是吧 你木天盒 你等于将这个 原子弹核爆的能量 再加个放大 进去放大 然后你放在土中之土的金牛 你怎么会不搞到 地下震动 是吧 所以 除了土地 我刚刚说的那些 什么banking system farming 什么archaeology 那些通通的东西 或者你那些value system 或者你那些sensus 是吧 其实这些东西你都可以震动 你那些食物 你那个大自然环境 你都可以震动 但是 幸好其实木星他始终自己都是一粒吉星 我都说 它是跟一些发展 是吧 新机遇的机会是有关的 OK 所以其实有时你震动完之后 它才会令你去 就是make it better OK 我都说过是否有的 就有机 所以其实木天合一开始是会有些不舒服的 是人类必经的一个疹痛 但实际是因为你痛完了 那你才会去学乖 是吧 经一事进一战 你知道有些什么是你不再对的了 你要去摒弃这个陈旧的系统 那你才会是 即是乐观正面地去找一些新的 发展方向 是不是一些出路 OK 那还有木星他本身也是 跟乐观的这个态度是非常之有关系的 也都所以是这样 所以木星其实是贵为 西洋占星学里面的第一大吉星 那 除此之外 也都有更加多其余的星象去表明 这一次的木天合是会以吉象去告终的 那例如什么呢 在木天合发生的那一刻 即是金牛座 记得我说过是21度 OK 原来同时呢 火星是在双鱼道的22度 所以这个木天合和火双鱼 就会构成一个六分之上 即是这两个的东东 即是木天和火星 会是相差了 只是六十多度的位置 基本上是59度 那在尖鱼学我们就叫一个六分上sextile 那它就是说着也是一些机遇 那何况呢 相遇了的那个主星就是木星 那所以其实木天合 那木星就是相遇座的主星 它就和自己的那个守护公 的相遇座里面的那个火星 在形成六分之上 那所以这里也都是反映了 那个先空后吉 就是说呢 无论是有什么激烈的陣痛 一些危机的爆破 即是火星在暗示中 但是最后木星是会食得住它 将这些的空象呢 是扭空成吉的 OK 那还有其实呢 过了这个木天合 这个4月21日 OK 接下来在5月18日 会有木日合 然后5月23日 会有木海六分 OK 5月18日那个木星和太阳 就在金牛座 然后5月23日的木海六分 就分别是发生在金牛座和相遇座的最后倒数 OK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星象 而且他那个暗语就是说呢 咦 木星在金牛座的尾里 他临要跨座去相子座 他临离离开金牛 而进去相子座之前 他都会再和自己守护的那个公位 就是相遇座 在那个尾端端的海王星 是形成了一个六分一个机会之上 而海星刚刚也是 海王星 不是海星 海王星刚刚也是 相遇座自己的那个 现代主星 所以其实木海 就分别是 相遇座的传统古典主星 和他现代的那个主星 有一种 好像传统去到 现代的一个过渡的能量 就是说受传统的东西 但是我们慢慢觉得他过时了 那我们就 不妨往现代的那个方向 去尋找一些新的机遇 OK 那这件事竟然是发生在523 就是 木星离离开金牛座之前 他都还是会留一个 这样的小小的美白 那所以其实相信 今次这个穆天塔在金牛 是 即是以后 会有一个非常之 positive的意象 是 送这份礼物给人类的 而其中一个 我够胆去作出的 先通后吉的预言 就是说 例如经历过很多的地震 OK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控像 是不是 即是和我都说 天木合就是 特地在金牛座 就是和地震有关 但是后吉的就是说 咦 人类终于觉得 我们不可以再用这些石屎 钢筋去建设 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新的科技 当然人类已经有一些相应的科技 日本那些说 抗震抗到九级十级 但是 台湾 或者他们今次 垂的楼很多都是那些中古楼 好像天王星大楼都已经50年了 他们就一次过觉得 不如我们要去 96 staffing 去弱一下 就是 glycola不要究竟 如果对的楼 不如我们全部真的再重建 我们先用一些新的抗震物料 是的 抗震物料去建一些新的 defended柳 真的 所以我都说 母之橋其实是和 coursed有关的 那不用等着地震走什么 我現在主動去防禦 拆散舊樓 用抗震物料重建 可以防禦下一次去震到傷及人命 如果他們覺得要搞這麼多重建 其實很浪費錢 他們不妨去想 我們能否研究出一些新的抗震物料更便宜 再次跟研究有關 他們又可以順便去探索到一些新的物料 不僅是現在人類用的物料 是找一些更便宜更美更便宜更便宜更便宜的物料 是不是又可以呼應到天王星講的探索 還有金流座講物料 我想一直講不出那個字 有什麼材料有什麼原料 是物料 這個可以令我們痛定思痛 然後去找改善方法的一個吉障 所以人類有時候就是你不遭受到壓力 你又如何把它化成動力 你不經歷 我現在不是說風涼話 但我是想說樂觀積極正面的說話去勉勵大家 就是因為你要有危 你才可以出現有機 這個會是其中一個可能性 我可以再給其他一些有可能性的預測 木星再說一次是和擴大 原來天王星亦都是和公共有關的 公共有關 所以原來隨著木天合在金流 它可以擴大公眾群體的影響性在什麼地方 在金流的地方 例如我們說過金融 銀行的地方 就是公眾在公共貿易 金融政策上的影響力 例如我可以說 接下來可能有很多地方 國家 或者大的公司 最厲害就去到國家的層面 這個世界最大的那些 entity 都是以國家去計 但是否則 或者再小一點就是市政府 或者再小一點就起碼只是一些大機構 但是那個機構可能有幾十萬個股東 或者上萬個employees 那些東西 接下來的大眾可以去投票 去制限 去制定一些政策 去做些什麼呢 就是去決定 大家去決定 究竟我接下來的錢 是想怎樣去 spend 這個 entity 的錢 例如 國民可以去公投 究竟接下來的 tax money 是去哪裡 是否經常被你去攬意去發展國防 去買武器 還是用在醫療上面 還是用在教育上面 用在食物上面 用在環保上面 公眾會擴大這個影響力 這是一個吉象 這些東西會多了公共去參與 但是我也經常強調 其實可能有時候會先空先後吉 為什麼之後會有這樣的吉障呢? 給大家的群眾的影響力多了 那之前發生什麼空障呢? 有機會是 可能是 人們開始要去挑戰 這個腐鬧的一個制度 原來他們的權力遊戲 就是這個MAG 或者是一個很MAGA的POWER SYSTEM 為什麼這麼多群大主義呢? 為什麼這麼多官商勾結 黑暗內幕呢? 這些東西被人發現了 甚至有些財政官員 或者那些上層 說他們是崩潰了 他們自己要崩潰了 即是他們要崩潰了 他們要被人解僱了 引咎辭職了 這些東西才令人覺醒 是否記得我曾經提過覺醒這個字? 就是說我們不可以再不理這些東西 我們不可以被他們隻手遮天 我們要一起去公投 要去擴大我們人群的力量 所以這些是跟先兇後隔有關的狀況 然後學方 天文星也可以跟超級無敵鬼鼠的陰謀鬼有關 天文星可以很... 很... 不是說陰險 怎麼說 鬼... 即是那個... 鬼鼻的智慧 它是一些超級無敵的 mastermind 但它通常會用在做一些不好的東西上面 除了說... 如果你不是說一些科技突破 它也可以是跟一些權鬥陰謀 或者是怎樣去一些... 世紀大騙案有關的 所以相信接下來 可能就是有些地方有些世紀大騙案 世紀大落格 世紀大貪污 這些東西才令我們去... 即是頓悟 原來我一直信任你 我選你這些領導人出來 你在這... 嘩... 在這施吞的 施藏公款 嘩... 神經病 我要逼你走 然後我們要去發揮我們的影響力 OK 所以... 其實... 天王星如果你熟悉的話 也是跟革命很有關係 再次 木星就會把那個能量擴大了 在... 金牛座長官的industries 例如有banking 可能接下來銀行業會有些革命 是不是 銀行業的員工集體罷工 嘩... 嘩... 即是... 那些老闆 嘩... 你幹嘛要去...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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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些這樣的事情 或者... 他們會成立一些工會 是不是... 在勞工聯盟上 銀行... 即是一些... 銀行那些人去 fight for 勞工 rights OK 或者... 哎... 銀行通常好像比較少聽這些 但是... 沒有那麼大的... 吉士去做這些事情 但是... 例如我們說回... farming system 即是 farming這個sector 是不是 哎...可能農夫 啊... 接下來很多農夫會組成一些工會 去爭取他們的那些 labor rights 是的 那... 就...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特別想到去印度 是的... 這個是我靈機一觸 是的... 即是看看印度會不會有些... 不知道... 農業的革命 啊... 還有... 講起革命這個詞 就是... 好像我們以前說的工業革命 是的... 相信... 不是相信... 肯定世界接下來也會有一波農業革命的了 OK... 但是... 這裏可以是一些好的農業科技革命 是不是... 但是... 我也都真的在說的是那些農夫去搞革命 是的... 去推翻那些政府 說... 哇... 你政府為什麼經常給那麼多 regulations 是不是... 就是... 是農民去搞革命 OK... 這個也是有一個可能性在這裏的 是的... 這是個沒有想法 我們會認識的 為了一遍 但是... 我一直在說那些要處理 是... 我會想的 好想狂 不是啦... 不是啦... 不像是... 是呀... 你回到 Amsterdam